首先定義什麼?先新增一個範圍 這個名稱叫做考題 考題範圍在A,B,C的範圍 所以先把定義一個考題 考題的範圍是 這邊用選的 A,B,C,這三欄 這三欄是考題,按確定 我也有一個範圍 再新增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 亂數好了 確定 範圍的話 這個範圍 就給它是從這邊 一直到 下面 從這個範圍 E1到E2083 這個考題跟亂數 確定 一後的話 接下來我要找到最大的在哪裡 我們可以用match match怎麼做呢? 首先請你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中的讓我們找到一個match match這個函數 match這個函數蠻好用的 可以讓你找到 找到有點像查詢的功能 那你要找什麼呢? 找到的是這個 最大的 在剛剛漢數裡面最大的 最大的怎麼表示呢? 最大的 我們接下來就是給它一個 我們用large的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其他函數裡面 你找到一個large 最大的 我們用large large裡面呢 我們的範圍 就是 1 1 到1 這個範圍 其實就是乱數 所以你這個地方範圍 其實你可以按f3 我們剛剛有定義 一個名稱範圍 亂數部分 按f3 剛剛的定義會跳出來 亂數 在亂數裡面 請你找到最大的 最大的k的話 應該是輸入多少呢? 輸入b 按一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就找到最大的 這個範圍裡面最大多 是多少呢? 0.9987的這個 那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我們按一個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呢 match還沒完成 再切到match這個地方 點一下 你可以看到large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 要在 因為我得到最大的 最大的在這個地方 再按一個f3 在乱數 最大的乱數呢 是在乱數裡面 那後面這個 用0好了 完全比對 0是完全比對 1的話呢 1是 比較小 負1是比較大 這個地方 我們先用0 有 有問題 你們再看 那個函數說明 那這樣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回循來什麼呢? 1370 1370 那1370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 這個範圍裡面的 1370列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往下找 到1370列 就是我們要的位置 1370 1370 過頭 在這裡 就這一個 有沒有 就這一個位置